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三月十四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郭才艷 首先來關心疫情 今天國內新增一例境外移入 是一名南非籍的二十多歲女性 三才英之後才確診 另外菲律賓驗出了新型變種病毒 被叫做是批三 目前菲律賓境內出現九十八例個案 是否影響疫苗的效力 也引發外界擔憂 國內新增一例境外移入是案九八六 一名南非籍二十多歲女性 檢疫期滿前三才英 後續因為工作需要自費採檢才確診 是否為南非變種病毒 指揮中心表示因為個案 CT值高要定序比較困難 疫情持續延燒 菲律賓還驗出了新型變種病毒 被稱為P3 到目前菲律賓境內出現九十八例 P3變種病毒案例 是否影響疫苗效力 引發擔憂 應該是日本這邊好像有驗到 菲律賓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變種病毒 那看起來是跟巴西 是不是巴西株內株好像有一點關係 那這個部分目前國內是沒有驗到 那如果有驗到 我們當然會針對這個要特別注意 首波運抵臺灣的十一點七萬劑 AZ疫苗核實開打 莊仁祥指出 預計十七號完成檢驗 再進行貼標籤以及運送 實際開打時間 將由指揮官陳時中近期說明 但歐洲傳出多國施打AZ疫苗後 出現血栓事件 更有部分國家因此還打 外界關心 臺灣是否跟進 莊仁祥認為 英法 加拿大等國還是持續在施打 會繼續觀察調查結果 專人向拿出統計數字顯示AZ疫苗引發的嚴重過敏反應比例不算高 至於臺灣向COVID採購的四百七十六萬劑疫苗遲遲未能抵臺 他證實遇到一些轉折也持續在解決 只要確定運送時程和運送數量 會立刻對外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上午出席國一節慶祝大會 提到我國中醫研究所因應疫情爆發 積極以中西醫雙軌治療模式 研發出治療新冠肺炎的中藥副方 清冠一號在歐美國家熱銷 而在後疫情時代下 臺灣的中西醫整合經驗 將積極爭取拓展新來向市場 面對媒體追問是否帶頭打疫苗 總統蔡英文揮揮手笑而不答 蔡英文上午出席國一節慶祝大會 表示在去年疫情爆發期間 臺灣中醫藥界積極發展中西醫雙軌治療模式 受到全世界關注 尤其是我國研發出治療新冠肺炎的中藥副方 清冠一號在歐美國家熱銷 中醫藥研究所跟醫界合作 研發的臺灣清冠一號 中藥配方我剛才也直直細細地看過了 那臺灣藥廠獲得授權製造以後 在歐美國家熱銷讓世界看到了臺灣 在國外熱銷的清冠一號 在臺灣卻買不到 日前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說明 因為臺灣新冠肺炎的病例少 沒有足夠的臨床案例 和數據足以證明清冠一號的療效 因此在臺灣尚未取得藥證 中藥研發製造 中醫醫療管理 還有中西醫整合經驗輸出 都具有開拓國際商機 尤其是爭取新來向市場的機會 新政院在去年也核定五年期的 中醫優質發展計畫 投入新臺幣六點七億元 提升中醫照護品質 期待中西醫生軌治療模式 在臨床上持續發展精進 希望臺灣中藥研發在後疫情時代 持續開拓國際市場爭取新南向 記者秋福財 陳時敏台北報導 高雄美農的吉陽跟吉河等四個里 當中約有上千戶的居民 日常用水都依賴地下水景 最近因為水景枯竭 民眾被迫提水度日 甚至得到戶外如廁洗澡 引發民怨 市府還有自來水公司表示 會在美農開鑿新井 讓當地的居民專井專用 不過旱向持續不僅影響水井抽水 高平溪的川流量也來到了歷年新低 到今天下午只剩下每秒 五點八立方公尺 民眾無奈在灌溉沟渠裡洗澡 上廁所則跑到香蕉園 高雄美農的吉陽吉河等四里 受岐山深水井大量抽地下水影響 加上多日沒降雨 導致當地供水的地下水井枯竭 只能提水度日 市府跟自來水公司 十三號到該區跟李明協商 決議開鑿申井讓居民專井專用 每天差不多要再一噸的水 這樣跑來跑去差不多快要一個小時 現在井都被抽走了 被湖安那邊那個水抽 抽到我們這邊就沒有水了 我們這邊集合裡有五六戶要送水的 這個很需要很急的 希望你們幫我們弄水給他們 高雄旱向持續還影響到高平溪 川流量從月初的八點三CMS再度下降 到十四號下午僅剩五點八CMS 創二十二年來新低 但南水局表示高雄目前供水仍穩定 高平溪南河宴的水三月初期 也停止供應給臺南 直到高雄降雨為止 但高市府不敢大意 多管旗下穩定供水 高雄目前水情是減壓供水的黃色燈號 陳其邁希望黃燈能維持久一點 萬一持續不下雨 苦水期才能有比較好的因應 但他也再度呼籲民眾供體時間 一同節約用水渡過水情難關 記者陳煥宇 孟昭全高雄報導 全臺灣的水情拉起警報 尤其是中南部的水庫 幾乎是探底 昨天下午水利署在曾文水庫 啟動人工增雨作業 而直接受到水水衝擊的高科技產業 也開始搶起水車 不同於中南部 北部的翡翠水庫 有高達八成的蓄水量 讓雙北市場都願意配合中央 擴大支援用水 週六下午 趁著有短暫鎮雨出現的機會 水利署在曾文水庫 燃放增雨宴 希望掌握這一波雲系 為集水區帶來一些降雨量 以緩解感旱之極 高科技產業的用水 更是直接受到衝擊 除了採取自主節水措施 開始搶起水車 以免水情惡化 找不到車載水 有廠商直言 每年缺水期都是一大挑戰 找水成了高科技業者的必備技能 而不同於中南部水庫蓄水量 幾乎都探底 北部的翡翠水庫 卻仍然有百分之八十七點七的蓄水量 現下中南部 也讓臺北市長柯溫哲很自豪 他在臉書發文寫 執政者不該只當喜鹊 不做烏鴉 所以我們現在鎖住生活圈是沒有缺 缺水的問題 至於南部的話 那個就恐怕要從長記憶 因為這個蓋水庫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因應水情吃緊 臺北市開始擴大支援用水 每天輸送九十一萬噸水 到新北基隆 桃園等縣市 以立石門水庫進行北水南 送到新竹苗栗 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指出對於水資源調度 臺北市會與中央密切配合 新北市長侯宥宜也說會共渡難關 侯宥宜提醒民眾未雨酬謀 把節約用水擺在第一位 雖然北部現在缺水問題不大 但一定要支援各地 所以要省著用水 全臺一起面對難關 記者綜合報導 臺北捷運近來連續接獲恐嚇案件 除了血信揚言在古亭站大開殺戒之外 昨天再度接獲恐嚇性 表示新店大平林站將發生大爆炸 警方獲報之後 循著IP追查到恐嚇性的主謀 更發現他居然是用父親的名義 寄出恐嚇性 警方加派人力 捷運站內來回巡邏 因為北捷又接獲恐嚇性 一名詹信男子寄電子郵件 預告在新店大平林站將發生爆炸 警方經網路IP追查發現 恐嚇性是詹男的兒子發送的 因為和父親吵架不滿 故意以父親的名義寄恐嚇性 兒子因為不滿父親的教委 那用父親的信箱 發出恐嚇性件 那本局將換錢超過到萬後 依恐嚇安全罪來寒送偵辦 由於古亭站和大平林站 先後接到恐嚇性 捷運安全也再度引起關注 如果在車廂內遇到狀況 可以按對講機求助 但傳出有民眾發現 車廂對講機疑似通報系統失靈 喂 有聽到聲音嗎 喂 周六民眾搭乘百南線 往南港展覽館方向的列車 行進龍山四站時 一名孕婦突然嚎啕大哭 大罵並跪拜 民眾擔心影響安全 立刻緊急狂按對講機 沒想到毫無回應 古亭站就已經有台中的一個民眾 然後就是說要謠言 要來我們的古亭站 來做一場屠殺的動作 那其實讓我們北傑 就應該更有警覺心 平常就應該要注重 我們這樣的基本的措施 確實這個背景是有些噪音 那司機員那邊確實是 沒有辦法知道 旅客有一些講話的 但是還是我們遇到SOP 就是通知給行控 行控中心還是第一時間 通知給站長 那站長第一時間 能夠到月台處理 北傑回應當天人潮眾多 受到背景噪音影響 才沒辦法了解實際狀況 但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 通報行控中心 也不排除設備有些異常狀況 將全面針對程序跟設備 再重新檢視 記者綜合報導 珍愛藻礁連署公投案到目前為止 已經收集到將近七十萬份的公投 連署書送到了臺北荒野總會保管 十八號將遞交給中選會 但就在這個時間點 公投連署的領先人潘中正發現 他的臉書變成了限制帳號 有網友質疑是有心人士惡意檢舉 在警車戶送下 風箱打包的藻礁公投連署書 被送到臺北荒野總會保管 截至目前為止 珍愛藻礁公投獲得將近七十萬 民眾連署認同 工作小組將繼續完成 後續復印造冊歸檔工作 預計下週四十八號遞交中選會 環團欣慰 粉紅風暴 不但奪下史上連署新高 也將是史上第一個 以保護生態環境為訴求成案的公投 面對有心人士操作保護藻礁 就會重啟核四 強調公投理由書裡寫著 非核減煤舊藻礁 重申反核立場 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 公投連署領先人 潘中正臉書也被列為已限制帳號 三十天內不能直播等廣告 網友質疑是有心人士惡意檢舉 表示珍愛藻礁擁有的顏色就是粉紅色 除了代表藻礁的顏色 也象徵新的顏色 希望八月二十八號公投日 更多人站出來 記者 桃園報導 英國倫敦一名原警綁架 殺害一名三十三歲的女子的案件 引起社會各界對婦女人身安全的熱議 中的沙拉艾弗爾特最後現身的地點 十三號晚間將近一千名 幾乎全部都是女性的示威者 聚集在空園空地追到艾弗爾特的死 而現場維持秩序的遠景 卻以保護民眾安全為理由 與示威者爆發推擠扭打 當場有四人被警方戴上手銬逮捕 讓民眾憤怒地大罵警察無恥 衝突場面曝光之後引起了社會的化圓 自由民主黨黨魁戴維率先發難 要求倫敦警察局局長克雷西塔迪克 應該辭職下臺 內政大臣巴特爾推文 稱網路流傳的衝突影片令人不安 他已經下令警察局提交完整報告 倫敦市長卡恩推文稱警方執行防疫規定 是職責所在 但他所看到的景象既不合宜 也不符比例原則 工黨黨魁斯塔莫爾爵士 稱他與示威者同樣對警方的執法 感到氣憤不滿 各黨各派強大的壓力下 警方深夜出面說明他們的立場 發起首頁活動的團體拿回這些街道 事前也已經以無法做好防疫為由 宣布活動取消 改呼籲民眾晚間九點半 在自家門前點蠟燭紀念 多天的搜索追查 警方九號已綁架與謀殺的罪名 逮捕現年四八歲 任職於倫敦警察局的遠景庫認知 並於十號在距離克里普漢八十公里遠 肯特郡的一處樹林 遭到被裝在建築工垃圾袋的 艾弗爾特屍體 一名三十多歲女子 也因為涉嫌協助犯案遭到逮捕 這起警察殺人案引起社會各界 對婦女人身安全的熱烈討論 劍橋公爵夫人凱特四三號 也勤裝出現在克里普漢公園 擺滿花束蠟燭 與卡片的悼念現場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譯 中國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一家新開幕的酒店 打著與北極熊同住的噱頭 招攬生意 引來動保團體的不滿與批評 儘管如此 他們試運期間 一碗要價人民幣一千八百八十八元 到兩千八百八十八元的房間 全部都被預定一空 成立於二零零五年的哈爾濱吉利公園 是全球首作 由北極熊表演的主題樂園 由俄羅斯與日本設計師 攜手打造的北極熊酒店 十二號開始試營運 二十一個可以二十四小時 看到北極熊的房間 一碗定價人民幣一千八百八十八 到兩千八百八十八元 全部被預定一空 這個全球第一間主打與北極熊同住的酒店 內部裝設了33塊強化玻璃 入住的房客 無論是用餐玩耍還是睡覺 無時無刻都有北極熊陪伴左右 兩頭北極熊被關在室內狭小封閉空間 面對著人造冰雨兩個小水池箱 讓人觀看的照片 在國營媒體曝光之後 引起了外界極大的抨擊 動物保護團體PETA的資深成員 傑森貝克 十三號在路透社的訪談中表示 北極熊每天在野外活動的時間 最多十八個小時 活動範圍廣達數千英里遠 北極熊是屬於北極的不是動物園 或水族館的玻璃箱 當然也不是酒店 對此哈爾濱吉利公園的發言人強調外界看到的只是 北極熊酒店全部設施的一部分 在氣溫與空氣品質 合適的情況下 他們也是會到戶外區活動的 公視新聞王霍文編譯 以蘭檢警破獲一起藏身在兩棟高級民宿內的 詐騙集團 他們把高檔的民宿當作是機房 打電話詐騙對岸的被害人 警方一共逮捕了三十一名的詐騙成員 他們在一週之內 詐取新台幣七百萬元 由於二十二位受害者都在中國 總詐騙金額還有待釐清 拼禮小組破門而入 衝進一棟三層樓民宿 迅速將裡頭的嫌犯壓制在地 這裡是宜蘭東山鄉的包凍民宿 警方接獲民眾檢舉 有幫派成員隱身在高級民宿 掩護作為詐騙機房 宜蘭檢警出動上百名警力 分別在宜蘭東山鄉 五節鄉兩處民宿進行攻堅 該集團主要以昂姓男子為首 一共逮捕三十一名詐騙成員 警方在兩處民宿一共查獲三輛 賓士車95支手機 台胞證黑莓卡等贓物 檢警調查 該詐騙集團主要針對對岸中國人士 詐騙 假冒電信人員 誘騙民眾帳號遭盜用 要受害者提供帳戶監管 並匯款 在一週內 榨取新台幣七百萬元 由於二十二位受害者都在中國 總詐騙金額仍待釐清 目前全案依詐欺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移送宜蘭地檢署偵辦 造型可愛 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小孩來遊玩 不過有小朋友從人工草皮邊坡滑下來 不小心受傷 父母向市府反映才知道原來邊坡 只是造型不能攀爬 市府雖然緊急張貼公告說明 但是有很多民眾還是不知道相關的規定 市府將嚴益提升安全性的方案 小朋友在抹茶山造型的溜滑梯爬上爬下好不開心 不過現場鋪上人工草皮的綠色邊坡 其實並不能攀爬 想要到溜滑梯上方只能走階梯 但帶小朋友來遊玩的家長 幾乎都不知道 你這種開放式的空間 那你的幅度又做那麼大 那樓梯又做比較小 所以大家會乍看之下 會覺得說這個是攀岩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 這座造型可愛的抹茶山溜滑梯 位於台中市東風公園內 二零一九年底啟用至今 已經有多位小朋友在這邊摔傷 原因就出在綠色邊坡的設計 在爬的時候這個明顯是比較滑的 所以有可能會下來的速度會有點快 然後導致小朋友受傷 如果貼公告一般小朋友一過來或家長 他可能只是一窩蜂的就上去 根本不會去注意那些告示牌 台中市府事後緊急在溜滑梯 貼上公告說明邊坡只是造型不能攀爬 但民眾認為告示牌太小又不明顯 市府也未宣導責任不該完全落在家長身上 市府表示將討論如何改善提升安全性 民眾表示雖然父母應該進到告知和注意小朋友安全的責任 但相關單位也有責任對設施做到更完善的安全防護和告示 才能讓小朋友更安心地使用郵具 記者秋水王龍濤台中報導 提升青少年對志願服務的參與 有民間企業青少年基金會 連續二十一年辦理志工精英獎 今年從三千多名學生裡選出了三十位解除志工 有學生為偏鄉策劃一系列的服務活動創立品牌 也有學生跨越文化橋樑推動國際人文交流服務 讓更多人購買來自新竹五峰泰雅部落的護手霜 高一的許哲為賣力推銷 這個以泰雅族與朋友為名的產品 是他為偏鄉弱勢而少成長學習所創立 擴掉成本之後全部捐給小朋友 當作他們學習 然後我相信也有爭取企業贊助 幫原住民小朋友購買線上程式課程 高中學生變身專案經理 想要活絡在地經濟協助翻轉偏鄉命運 最初的機緣是國一參加醫店辦理的修繕活動 開啟了一系列的服務活動 有一次看到那個小朋友 你跟他們玩他們那個笑容 就真的讓你感覺非常開心 所有的所有壓力都不見 花蓮海星高中的黃宣禎 是高一的一場募款活動後 展開一連串服務 老人之家 校內外環保都有他的身影 之後還擔任學校外交部主持人 引領學弟妹關注國際社會議題 其實在從中學到的 其實除了服務他人 其實也會從從中學習到 就是我們要有同理心 主辦的基金會指出 學生志願服務跟著社會脈動走 加上今年加入聯合國永續目標 連結全球議題內容很多元 而且不少學生運用科技 從不同面向發聲傳播理念 比起國外的青少年 臺灣孩子一點也不遜色 記者林曉惠 王新中 臺北報導 圓州率的近四值是三點一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因而把每年的三月十四號 訂做是國際數學日 不過圓州率為什麼是三點一四 又是怎麼算出來的 科教管下午和現場民眾 一起仿照十八世紀 法國博物學家 布楓的投針實驗 驗證圓州率的近四值 不用思考就念出圓州率 近四值 但是如何算出 為何是三點一四 很多人不清楚 十八世紀法國著名的 博物學家布楓和朋友 把針丟在等據的橫線上 計算針與線相交的機率 竟有圓州率 布楓投針是幾何機率的先驅 而且投擲次數越多 求出的圓州率近四值越準 三月十四國際數學日這一天 國立科教館和現場上百名觀眾 一起重現當年的實驗步驟 工作人員按部封投針 推出的公式計算逐籤落下 與這些線相交的機率 統計有兩千八百六十七根 相交一千七百三十一根 沒有三十九根在場外 圓州率是三點一四 一八零三三 這個活動希望中小學可以知道 就是說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數學 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們需要藉助各種不同的創意 來來進行估計 陳鴻斌說推動數學教育的人士 早就意識到台灣學生的數學程度 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對數學的喜歡程度 幾乎墊底 才會積極推動科普活動 試圖改變學生以為學數學 只為了考試的心態 記者林曉惠王新中 台北報導 明天東北季風減弱 北部還有東北部氣溫回升 各地澎湖金門馬祖大部分是傾道多雲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現在看到北部地區最低是16度 最高26度 中部地區最低17度 最高26度 南部地區最低19度 最高29度 東部地區最低17度 最高25度 西島地區最低13度 最高2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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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島地區最低13度 接下來提供您未來3天氣象 提供您未來3天氣象 先來看到北部是普通 竹苗中部是敏感 雲家南還有高頻地區 是不良等級 宜蘭花東是良好 媽祖金盟澎湖是普通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